一对夫妻被钢管同时刺穿 护士小心翼翼的把他们推进病房 医生看到后直接下出了你手机里第三个表情包 所有医生都没有这种便利的经验 于是主任马上召集所有医生开会 研究救治方案 名叫小美的小丽好奇的盯着伤者看 小华紧张的问 小华眉头一挑 医生回答 随后主任来到面前 询问两人是如何搞成这个姿势的 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小华一无一时的说出了原因 原来公交车到二仙桥路过城华大道 途中出了事故 导致扶手栏杆刺穿了他们 同时还有很多其他伤者送来医院 只不过他们是最奇葩的一对 小华问医生 什么时候可以拔出来 医生说 要先拍片确认内招的情况再做决定 随后安排人把他们推到厕所拍片子 途中小华和小黑笑着交代了后室 一旁的医生安慰他们 让他们不要悲观 一定会救他们出来 没多久检查结果就出来了 主任看到片子后慌张的说 一定是没点赞加关注才会搞成这样 原来钢管分别刺穿了两人的心脏和肺部 如果强行拔掉钢管 那么两人马上就会去球 想要同时救两个人那也根本不可能 如果牺牲一个人的话 另一个人存活的几率将会非常大 可是如果救一个人应该救哪一个呢 就在大家为选择救谁而苦恼时 主任想到了两全其美的办法 一根钢管穿透了两个人的身体 两人的大血管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如果强行拔掉钢管 毫无疑问两个人都会死 主任医生看过片子后说 他们一定是没点赞加关注才会这样 同时也想到了两全其美的办法 那就是先把一个人救出来 然后锯开管子再救另外一个人 当然先被救出的人存活几率更大 可问题来了 应该先救谁呢 这时另一个医生重新分析片子后说 钢管刺穿了女人的心脏 即便救出来 能活下来的希望也很小 应该先救男人 主任同意了这个决定 马上开始安排施救 医生先对小花的手一顿挠 还以为小花会笑出你手机里第二个表情 可由于心脏被破坏 小花下肢完全没有了知觉 脚已经肿得跟肿了一样 可他心态依然乐观 还和医生开玩笑 相反 小黑要幸运的多 他的小白脚还可以自由活动 这意味着他还有救 随后小黑问医生 我们点了关注后都能获救吧 医生为了安慰小花杀了个善意的火 还要加上点赞才能获救 其实小花心里比谁都清楚 他可能要去球了 他问小黑 你相信有天堂吗 小黑回答我相信 经过再次开会商议 医生还是决定保男弃女 可是就在手术马上开始前 小黑做出了医生最重要的决定 男人和女人只能活一个 打麻药前 医生还是决定告诉小花实情 由于你们的器官破损严重 活下去的几率很小 而小黑的器官完好 确定可以救活 我们需要把你从钢管上一下救小黑 小花万万没想到离开的是自己 他伤心地告诉了医生遗言 愿点赞加关注的人永远没有意外 小黑问医生 不能同时拔掉吗 医生回答不行 因为钢管太长 直接拔出会破坏器官 到时你们两人都救不活 现在钢管堵着伤口 所以你们才跟没事人一样 这时小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他向医生建议先拔出自己救小花 可医生却说 这不是你能决定的 小花的身体破坏严重 即便救出 活下来的希望也很小 小花也立即阻止了小黑的想法 他真心感谢小黑的诚意 临去求钱 他想见一见家人 可是家人离这里还有两天的路长 现在如果继续等着伤口将会感染 于是小花同意立即做手术 医生倒数三个数 小花被缓慢移出 医生马上开始拒钢管拯救小黑 经过两小时的紧急救治 小黑最终活了下来 而随着护士说出4点44分后 小花彻底的离开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你永远不会知道 明天和意外哪个线道 用生命最后一天的心态 来对待你正在经历的每一天 或许是最热爱生命的方式 我是李珍 电影中点赞关注的文案都是节目效果 大家不必在意 如果你们不点关注 我也是会哭的 我们明天见